大家好 我送了我太太上車 跟著跟大家說句話 首先預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這兩天在北京 我向習近平國家主席 和李克強總理述職 我衷心感謝習主席和李總理 對特區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 包括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恢復經濟動力 和研究解決經濟社會深層次問題等等 領導人再次強調 全面準確 堅定不移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 和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以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特區政府會發揮好 一國兩制的獨特地位 利用好香港背靠祖國 聯通國際的獨特優勢 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以及全力建設國際創科中心 加強國際合作 發揮香港 聯通國際和內地的橋樑作用 政府也會找緊國家發展大局機遇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積極參與和推動大灣區建設 以及一帶一路倡議 在過程中既可以作出貢獻 亦都會帶給香港很多發展的機會 令到香港更好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在和內地通關方面 我宣佈很多市民都期望的消息 第一 和內地通關可以實現 中央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關 第二 特區政府會即時聯繫有關單位 包括維建委 港澳辦 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 包括交通聯繫 大家是積極尋求 獲得共識的方案 報請中央審批 第三 我們的目標 是盡快達成共識 將我們同意的方案 將我們同意的方案 向中央審批 予以在一月中之前落實 在制定整個通關過程中 我們要做到逐步有序和全面 我會考慮以下的元素 第一 通關的要求 在初期會相當大 市民都很想盡早 過關 探親 團聚 招商 公務 甚至旅遊 所以我一定要做到不出聯 安全有序 這樣去展開通關的安排 包括我們要和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 去考慮每天的人數和通關的口案等等 第二 是要兼顧兩地疫情的變化和風險管理 按照措施的優化去制定方案 第三 在盡量滿足需求和安全有序的要求之下 盡量去取得最有利的平衡 特區政府即時成立通關事務協調組 成員是包括整個政府15個局 由政務司司長帶領 全面去推順工作 我之後會回到政府總部 主持高層會議 和政務司司長和有關的局長 去商討我們要推展的工作 包括由政務司司長牽頭和內地單位溝通協調 盡快制定方案 我衷心感謝中央關心香港 我衷心感謝中央聆聽我回報 普遍香港的熱切期盼 現在中央的決定 令到通關可以變成事實 讓我們因為疫情分隔 超過差不多三年的家庭再團聚 讓工作 商務 公務 甚至旅遊可以恢復 讓香港的經濟再提振起來 讓香港的社會 可以更全面地活起來 動起來 帶給香港一個槍盛 溫暖的2023年 謝謝大家 首先我們的目標是希望盡快達成方案 報請中央審批 第一 希望可以在一月中之前落實 我是一個心急別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盡早達成共識 盡早報批給中央 盡早落實方案 第二 剛才我說 在考慮通關的安排裏面 我們是要兼顧兩地的疫情變化和風險管理 我們亦都會按照措施的優化而設定我們的方案 剛才所提及的一系列的事情 正正就是我會成立的過關事務協調組 會專責處理的 你看到成員是包括15個局 即是說全個政府都會全力去投入 我們作好最好的準備和最佳的預案 去處理通關的安排 而且我們亦都要和廣東省政府 以及深圳市政府 是商討大家在兩地的疫情情況 以及風險管理方面 怎樣達到最有利的一個方案 當然每一個市民都很容易設期盼 可以第一時間盡早去過關 家庭團聚 工作 商務 甚至旅遊 所以在通關的初期 需求是會非常之大 我們要確保在通關的過程 是會逐步有序和全面的 所以在初步來說 我們一定要令到任何市民 在通關的時候不會出亂 有秩序 令到過程都大家覺得順暢 所以在制定方案 我們首要考慮哪些關鍵位 大家要協調得好 從而逐步有序去作出通關安排 最終我們當然深信 是全面通關 是會帶來給每一個市民 都是很興奮 以及很擁抱的一個安排 想問一下通關的時候 你剛才說一月中是首階段 沒有說全面通關的目標 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或者逐步去到甚麼程度 就可以全面通關 另外就是你剛才說 有人數限制等等的要求 初步比較多 你沒有說初步而定的要求是甚麼 是剛才檢測還是隔離 另外我也想問 那個釋法方面 有沒有向中央提請到這個進度 有沒有有結果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 在通關的細節 剛才我說了給一個大原則 以及重要的元素考慮 因為我們要做到逐步有序 以及達到最終全面開放 所以在逐步有序方面 第一個時間我們要處理就是人數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在過關的時候 一定要安排得大家在排隊方面 過程方面都是做到順暢的 任何出亂都會製造到一些 我們不想見的後果 所以必須要在這方面 充分去評估風險和作出準備 另外口岸裏面 這麼多年我們停止了正常運作 在運力方面 以及在其他人士的配合 包括一些民間的配合 我們都要去部署 所以我們是覺得逐步有序 是對於整個安排最好的 其他的細節當然 在我們協調組裡面 是會一一去處理好 而每個環節也都充分 跟廣東省與深圳市溝通 任何雙方面所看到的 要關注的問題 我們都會充分準備作出議案 而且是會報請中央去審批 另外關於釋法方面 在我提請了中央 希望去作出釋法 去解決我們一些問題 其實當天大家都看到 中央駐港的機構 以及港澳辦 都表示了是充分支持的 我是很熱切地期待著 最終中央在這方面的決定 我亦都相信很快便會在這裏決定 好 多謝大家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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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釋法的問題 還有一個人家三 還有兩個星期 可能這樣說 會不會一招再得到 我們所談及的通關 是說有罪逐漸和全面的 全面的通關當然 是會好像我們疫情之前的一些方案 而我們逐步有罪去達成全面通關 亦都是要落實 我們希望回復在疫情之前的一個狀況 當然細節怎麼做呢 我們在協調組 以及和內地的有關單位 包括廣東省以及深圳市政府 去談論細節的時候 會一處理 多謝大家 B Christian 扙曉 扒 差不多 十分 多謝 Woo 感谢观看